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老游时谈 最近关于美国内战的假消息在国内的自媒体上广泛传播 说德州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快要跟联邦政府打起来了 那么对于这个假消息,我在上周已经连续出了两期节目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通过很多的证据证明德州向联邦政府宣战,这是假的 美国陷入内战边缘,这个传说也是假的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德州,非常清楚 对于我的这个辟谣,国内的有些网友还表示怀疑 说我是在替美国辩解 那么今天国际知名大媒体BBC也正式为这个假消息进行了辟谣 它的标题叫做关于德州内战的错误信息在中国传播 当然这个内战是加引号的 文章指出,在德州和白宫之间因非法移民问题不断升级的边境对峙之际 有关孤星州,这是德州的别称 以正式宣战并脱离美国的错误信息在中国传播 而中国的热门社交媒体贴文称 德州州长埃伯特正在准备与美国联邦政府开战 尤其是在微博上 带有德克萨斯州进入战争状态的标签被很多网民转发 其中有些帖子还来自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大V 在文章中BBC指出新浪微博似乎已经采取行动 对此类内容进行了限制 现在再搜这个标签就会出现一个提示 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该话题内容未予显示 以下为搜索词结果 也就是说带标签的博文被限制了 但不带标签的相关话题还能够显示 然后我就寻着这个话题 进入这个话题标签 还是能够搜到一些上周的贴文 其中有一位大V博主他发文说 德克萨斯州州长已经宣布德州进入战争状态 这么大的新闻 国内的媒体一个个安静如鸡 这是为啥 你说为啥呢 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 如果这是真的 你觉得那么大的新闻 官方媒体能不报道吗 我在前两期分析这个问题的节目中 也提到过 关于美国内战的消息 几乎都来自自媒体 而没有一家官方媒体 对此进行过报道 其实但凡有一点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或者看到这个信息 能够做一点点求证的人 就能够从官媒的新闻中找到答案 但是呢 现在互联网思维 几乎已经把人都塑造成了 不思考 不想思考 甚至不会思考的 被动局面 人家说什么 我就跟着说什么 那么多人都在转发 那肯定是真的 当然 这其中也有一些人 对此是表示怀疑的 但是呢 由于信息的相对封闭 很多人 即便是怀疑 也无法求证 这个事情的真伪 比如在微博上 我就看到一位网友 他发文 说 德克萨斯州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这是真的假的 求解 如果德克萨斯真的独立 会对中国造成影响吗 你看啊 这位网友 很明显 他对网上的信息是存疑的 但是 由于在中国境内 外国媒体的访问权限 是被限制的 所以大家在有关信息的求证上 是相对有限的 尤其像这种关于外国的一些实证类信息 那就更难获得有效资源 另外 再加上一般群众 对于这种实证信息的逻辑分辨能力 相对是有限的 所以大部分人就相信了 少部分人不信的 也就像这位网友那样陷入了迷惑 但实际上 大家要是有些会搬梯子的人 或者是能够获得海外媒体信息的人 基本上就很容易判断出 这个消息是假的 因为在英文主流媒体中 或者海外的其他一些 比较大的中文媒体中 也没有一家媒体做过这样的报道 那么说到这里 可能还是会有人质疑BBC的真实性 因为在国内很多网友的印象中 BBC总是报道假新闻 当然在政治的一些博弈中 BBC也好 还是CNN 或者是Fox 或者纽约时报等等吧 这些大媒体 在意识形态方面 确实存在一些 他们各自的倾向性 在政治立场上都有倾向 但对于大部分新闻的这种事实报道 他们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相对还是比较强的 退一步讲 在这个假消息满天飞的互联网时代 假设所有的媒体都在撒谎 当我们需要求证一个信息的时候 那么我们首先肯定会考虑这些大媒体 因为人家数十年上百年的力暴根基 在哪摆着呢 一个报纸能败几十年 能败上百年 这还是需要一定的新闻根基的 另外再谈一下 为什么国内的网友会那么认真的轻信 美国陷入内战这样的假消息 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 第一可能跟中美关系当前紧张局势有关 第二也就是因中美关系的恶化而延伸出来的 中国老百姓对美国观感的恶化 这些都有关系 其实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都是表现问题 更深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 国内大众缺乏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了解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站在中国体制的角度下 在看美国问题 所以这么一看 那问题可就答了 你看啊 德州都出动军队了 然后呢 其他州还派兵支援 这不就是要打仗的架势吗 另外 州长还跟总统刚上了 这还了得 三个维护你都做不到 那中央政府不收拾你吗 是不是 如果你要是站在中国制度的视野下 看美国 那就是活生生的 那个什么了 德州肯定是造反了 是不是 但是呢 这是在美国 美国的体制 各级政府是层层想下负责的 州长他不是总统任命的 所以他当然敢对抗总统 你要是换一个对象 你让现在的什么国土安全部部长 去对抗拜登 他肯定不敢 因为内阁是由总统任命的 但州长和市长不一样 他们是由当地的选民选出来的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所以埃伯特 德州州长埃伯特 他才有那么大的底气 跟拜登老同志去硬杠 因为拜登也拿他没办法 你也不能把我的这个州长给开了 而且现在关于边境危机的问题 他已经引发全民公愤 埃伯特跟联邦硬杠 他的这个做法在政治上是给他加分的 所以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既可以讨好人民 又可以挑战联邦 而且这背后还有州宪法坐后盾 何乐而不为呢 埃伯特在这件事情上 他其实是可以捞取很多很大的政治资本 另外再说到军事指挥权的问题 在微博上看到一则贴文 说德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派坦克接管边境 驱逐联邦军队巡逻人员 那其实不是联邦军队 那是联邦的边境巡逻队 不属于军队 说拜登震怒 下24小时最后通牒要求撤军 德克萨斯州长怒骂拜登 称不要忘记各州是独立国家 正在行使宪法赋予的自卫权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信息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来说一个 说拜登下通牒 要求德州24小时撤军 这个消息 我努力的去查询了一下 在英文媒体中没有找到任何处处 实际上这个消息一看 它就是假的 因为拜登他没有权利要求 德州的国民兵撤军 因为国民警卫队 它本来就是州级武装 它是属于各州政府的地方武装部队 就是在和平时期 它不受国防部指挥 它的指挥权属于州长 因为各州的国民兵 在入伍时就宣誓 他们是服从州长调令 而且美国宪法也有规定 联邦政府对国民警卫队 平时它没有调动权 只有在战时紧急状态下 总统才有权临时征调 各州的国民兵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建立时间 它比联邦军队还要早 所以美国的军事制度 跟我们中国的中央集权型军事制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美国的这个军事体系 也正是它作为联邦制国家的一个基础 实际上在军事上 各州都是独立的 所以你看佛州也可以向德州派兵 其他州也都可以向德州派兵 州长就可以指挥当地的国民兵 说白了 就是在和平时期 美国的国内安全 是由各州国民兵自己负责 联邦军队只是负责对外的军事行动 这个分得很轻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总统要是没有获得州政府的同意 联邦军队是不能进入各州去执行任务的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当年在疫情期间 美国闹那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 当时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都快要闹翻天了 警察都不要了 很多人都开始分地盘 自己画地盘了的 当时川普就说 如果再这么闹下去 你们自己要是解决不了 我就派兵去解决骚乱 但结果人家州长说了 不需要你别来 没有我们的同意 你不许派兵过来 最后川普也就乖乖的只能熄火 所以我们通过对美国军队制度的了解 就能够得出 德州和联邦打不起来 如果拜登要是调派联邦军队进入德州 那就是拜登危险了 你凭什么派联邦军队进入我们州呢 所以这个老头不可能那么干 他不会存到这个地步 所以刚才那条微博说 拜登下通牒 要求德州国民兵24小时内撤离 这明显就是一个fake news 就是假消息 因为拜登没这个权利 德州州长派国民兵驻守德州边境 这是州长的权利 我们派自己的军队保护自己的边境 他没有违法呀 就算你是总统也没权利命令他撤军 所以大家总是站在中国体制的角度 来看美国问题 所以就很容易看得云里雾里 其实说白了就是 拜登他不是恩恩将军 不一样 体制不同 权力是不同的 所以德州和联邦他打不起来 美国的内战从目前来看 打不起来 所以我们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 国内自媒体上的很多消息 第一他都是假的 第二这些人确实不懂中美体制的差异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本频道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